小王琪老师他的作品 他不但唱出了中年男子的心声 有些时候真的午夜听起来暗自垂泪 父母对孩子的牵挂 离乡游子的艰辛 其实你唱的已经不是歌了 而是很多的人声 那其实你也走唱了这么多年 从夜市、菜市场一路唱到小巨蛋 大大小小的舞台都唱过 对啊 其实辉煌灿烂我们都看过了 那有没有哪一次舞台今天是让你觉得 最印象深刻甚至是有点受挫 我有一次那时候还不是很有名 应该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二十几年前 然后就是有一次我带着乐团 然后去一个反正是一个表演的舞台 然后在sound chain 我们在做sound chain的时候 然后呢就过了一些时间呢 就有某某的某某的乐团已经 某某某知名的乐团已经出现了 然后呢可能我不晓得我们的彩排时间是不是 就是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样子 那通常这个时间就是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 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什么乐团 然后通常就是被就是被那个 就有人来叫我们说 请你们下台 请你们下台 我们要我们乐团要彩排的 这就是好像蛮现实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是你们跟我们讲这个时间 是在这个时间 就是然后就是 连那个音控的人员 然后也都觉得就是 帮我们这个乐团调音就是 就是随便调一调就好 我都听到那个音控大哥说 哎呀这点蜡蜡没看的 穿着调调的就好了 真的这样说 那你能怎么说 你心里面会觉得说 你就不要让我有一天 我比较大的时刻你就知道 就是这样 然后 我比较幸运 我真的就比较 就长大了一点 大小啦 我比较大小 我大小 这西装外套又不冷不冷亮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会警惕自己说 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 或者说不管你的宣传人员 你的 或者说本身的 这些乐团的人员 我们都要互相的去对待 就是跟平常人一样的 就要 你在高的位置 你就要越唇虚 我觉得要长保初心 真的 你要真的要初心 就是说对你 你不要去 因为你是爱音乐 而不是说 哦怎么样 哦我红啊 我就可以说 我要怎么就怎么 对吧 这个就是 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记住这些事情 只是说 当然就是 这个都也不是说乐团本身的问题 那有时候都是 江湖现实 对江湖现实 那种宣传人员 气质人员什么的 哦 我穿的歌手红啊 我也鸡犬升天 你就对于鸡犬升天了 唱片圈 我们也看过很多 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 没必要 所以真的是长保初心 而且我觉得 我们这个行业 常常都是一将功臣万苦苦 你要能够在台前发光发热 是要多少人汇聚的力量 才能够做出来的 对啊 对啊 那最后的最后 因为你接下来有 啊 又要发片 对对对 然后你还做了魔鬼瘦身 没有啦 a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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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sh 你需要哪个忌张 馒糖静 魔鬼瘦身法 õ 那个 那個够辛苦 你知道吗 就是在去年冬天啊 因为我每次要就是 我其实是不会节制 在吃 吃东西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不发片的时候呢 我就是到处吃美食 什么东西我就吃 什么东西我就吃 我问你哦老师 你那个发片 不发片 那個體重純粥可以到幾公斤 10多公斤都有喔 欸那其實生活的蠻開心的嘛 你知道美國好